我們在墨爾本挑選的外景地 是一個老工業區 從前的一些紡織工廠 現在改為高樓頂住宅和餐廳 其中一間掛著相機診所的招牌 客大城市都應該有這麼一間東西 提供服務於那些相機發狂人 要是老友曾欺幫漢見了 一定很高興 他將與這間診所的人談照相機 樂死他了 好不好走進去漢漢 想了想 總之想做的 不做就後悔 便去敲門 開門的是一位老先生 原臉 一副老實相 像年紀大了的茶禮 布朗 他穿著白色的醫生制服 原領 左邊的肩上有三火紐扣 我說明來意 想參觀一下 醫生的助手走出來 他是個香港人 大家的關係又親密了一層 我先帶你走一圈他誠懇地招呼 我不客氣地跟著他到處看 有許多新的儀器 用來測量照相機的光圈 速度和焦點 要是正常的話 儀器飆上那三行 都應該指著000說完 他把一個相機對準 拍張起來 飆上指的是0.14 0.6 0.15 都不是000 醫生爪爪頭 怎麼那麼不準 不過 大部分相機都有點偏差的 難收嗎 我問 越新款的越難收他説 什麼都是電子控制的 一壞 整個電子板便要換掉 電子板大公司花很多錢設計 當然不能當普通零件賣 我們想以合理價錢為客人收 也沒辦法 這時候他的兒子走過來 是一位中年的查理 布朗 穿著男護士的制服 拿了一個相機去收 整家診所分兩層 各三千尺 有十來個人埋頭工作 氣氛安長得狠 我問醫生 你們為不為專業攝影師設計他們的影樓 這倒是一筆大生意 他的答案令我看顏 我們這女像一個大家庭 到是攝製同道合的相機發燒 有集中在一起 一有新相機就拆開來共同研究 樂得不得了 我也做過為人設計攝影棚 收入的確不錯 但是太花我們的時間了 設計影室的工作又不固定 我們在這裏一個螺絲一個螺絲地位 為客人收相機 始終是一種較為長遠性的職業 我和我兒子也談過 大家都認為收入少一點不要緊 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歡的 也就夠了 你的助手是香港人 你也沒種族其事罷我問 他笑笑 一有共同愛好 始是同一族人了 說得好 我也微笑 而且 他說 中國人及澳洲人的印象是聰明 勤力 都是做教授 做醫生的了子 墨爾本的賭場中 祭的也都是中國人我說 他點頭 有好有壞 那女都一樣 我們東方人相信只計父業 想不到你們也一樣 我望著中年查理 暴朗說 誰不想把兒子當朋友 呢他感嘆 要是他和我有同一個嗜好 我們不是每天可以聊個不停 但是他是他 我是我 興趣一樣 見解 還是不同的 年輕人總有一份固執 我認為他在走錯路 正要糾正他的時候 忽然 我一想 也許他是對的呢 所以我又不出聲了 我沒有教他什麼 我也不敢說 我有資格教他 我只是把我的失敗 當成笑話地講給他聽 入不入已是他的事 至少他笑了出來 能有壹個兒子在身邊是好的 即我猜 這是運氣問題 不是每一個都像我那麽幸運 硬硬來事不行的 只有愚蠢的人才會逼著 而只承繼他們的事業 換個話題 我問他說 收理相機就收理相機 為什麼要穿著這醫生袍 他又笑了 吸錯來的顧客 有壹個好的印象罷了 做我這一行 最大的樂趣 還是交朋友 這么多年來 有那么多的相機發燒 有拿他們心愛的東西來 給我收 他們滿意了 請我吃頓飯 我又回請他們 關係是堅固和長久的 他們的相機是什麽狀態下拿來的 有的都是子彈洞他說 子彈洞 當戰地記者的 不 這個人和壹班朋友去打獵 買了壹頂身帽子 他要去小便 怕太陽曬著相機 便把帽子蓋著他 他的朋友走過來 看見那頂身帽子 大家說身的不好看 決定將他龍舊一點 大家便對著帽子開了幾窗 那有沒有得收 我問 當然沒夠拉他說 不過我曾經把一個 雜德希蘭的相機收好 等這位顧客來拿相機時 我問他 到底是什麽原因 才把相機弄成這個樣子 他解釋 我在郊外 看見一條大網蛇向我爬過來 我手無串鐵 就者摩拿起相機來打他 他說完拿起相機對著搓子示範 我正要阻止他 但以來不及碰的一聲 他把我收得好好的相機又閘爛了